中心就是颱風眼嘛 颱風眼就是轉眼中心無風無緣的地方 無風無緣的地方 旁邊要雲牆最後 這個就是構造吧 構造就不要理它 國中不焦 這個構造不用理它 國中不焦 只有一件事情你注意 你看到中心這裡是什麼氣流 下沉氣流 不要問我為什麼 國中不焦為什麼 下沉氣流才會天氣勤暗嘛 對不對 所以颱風眼是下沉氣流 明天過後也演過 第一 一開始的時候直升機 然後人跑出來 一個變動向變冰塊 被他打電話說那邊有一個下沉 就是下降的冷氣團 最後電影快要結束的時候 男初小跑到貨存 貨存上面找藥對不對 然後直到回來的時候 就看到他演得很誇張 那個靠過來了 男初小跑回去房間裡面 然後那個大樓從上面開始 一路結冰結下來 最後一刻男小衝進房間 碰門一端卡門聖堅結冰 然後人家裡面安全Safe 這基本上是亂演 第一個亂演 上面溫度低 底下溫度高 如果你降到底下 還要這麼低溫的話 上面要多低啊 每上升一公里下降6.5 每下降一公里上升6.5 那多低啊 它能到什麼程度 第二點 好啦 假設就要這樣就好 假設有 這邊有一個冷 這邊有一柱的冷空氣 跑跑跑跑過來去碰到你的房子 你放了什麼結冰呢 碰到的地方就瞬間整個結冰對不對 會不會從聖牌往下結 不會啊 可是這樣也這樣 這樣也才有戲嘛 卡卡卡卡卡卡結了下來 最後一秒鐘衝進去碰門一關 碰門 Safe 安全 這樣子也才有太負擬 你不用管他 最重點是他的中心是下沉氣流 所以他才會是一個好天氣 所以他才會是一個好天氣 颱風的路徑 詭譎多變 詭譎多變 確確實實 詭譎多變 那麼你如果到了氣象 你如果上氣象局的網站 如果你上氣象局的網站 他會有畫好多好多的給你看 來 我們來 錄一下 如果你上氣象局的網站 如果你上氣象局的網站 去看的時候 他會畫給你 他會畫呢 畫一個台灣 他會畫一個台灣 然後呢 告訴你呢 颱風的路呢 有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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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了好多條 畫了好多條 畫給你看 有颱風路徑 詭譎多變 我們十二百姓只有兩條 我們十二百姓只有兩條 一條進入大陸 一條去日本 被誰控制 太平洋高壓 高壓夠強 高壓夠強出來對不對 夠強就上不去嘛 這時候去哪裡 去大陸 高壓不夠強呢 去日本 所以今年夏天 聽西洋報告 你就可以猜一猜 台報告人會怎麼走 會直接往西走呢 還是會西洋會偏北 看太平洋高壓 看太平洋高壓 的情況狀況是如何 OK 所以 那 詭譎多變 不要理他 反正對我們就是 我們這個少爺就這樣 一條去大陸 一條去日本 但是我這個之後 就看太平洋這邊了 你又等到南邊那邊的 過來 OK 就讓你知道一樣可以 這是有關於 跟各位簡單的介紹 一些颱風的 一些簡單的事情 重點注意 颱風是一個 熱帶 海洋性的低吸壓 它的行程 需要充滿的熱跟水氣 它是低吸壓 它需要充滿的熱跟水氣 這個是要記住 OK